我告诉你 这天底下就银子最大 你还扔着 三宝 请教 你去 掌掌记性 赵全才 皇贵妃娘娘在此 你也敢造次 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皇贵妃娘娘吩咐 赵全才专横跋扈 自己去慎行司领武士大棍 从今儿往后 就不必在内务府当差了 皇贵妃娘娘恕罪 皇贵妃娘娘恕罪 我这样 三宝 把那宫女带过来 喳 你过来一下 是 三宝 你去内务府知会一声 让他们做事公正些 要不然赵全才就是一个例 喳 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 你是个直信子 胆子也大 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 不怕吃亏吗 奴婢吃亏不要紧 不能让没钱的姐妹 都吃了亏 倒是个有主意的 本宫喜欢 来易坤公当差吧 多谢黄贵妃 走吧 是 回宫 到底还是轮到她了 额娘 你说什么 从前皇上就是选择她为敌夫妻 只是被先帝和太后给拉了下来 赎金这个皇后之位 到底还是让她给错了 可恶娘 你别担心 坐视贤娘娘成的皇后 可宁有我和永穴 她却什么都没有 儿子 皇后之位 皇后之位 我娘是没指望了 但是这太子之位 非你莫属 我儿子是为人家在家里是否真正的所谓 你无论我 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是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他曾经的老殿 你不认为你 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代理的衣裳已经凉定 奉冠也已经制成了 虽然立后有就立可圆 皇上还是叮嘱啊 要一一精心制作呢 主啊 女主 用点点心吧 你还特意从宫外赶过来 真是有心了 主激励为后是天大的喜事 奴婢恨不得日日释放在侧 为主尽点心意 对了 姐姐 刚才那个荣佩她如何呀 我瞧她都不笑 也不说话 荣佩啊 荣佩性子果敢 做事利索 心思也细腻 倒是不错的 那底细呢 查清楚了没有 底细三宝一一都摸查过了 出身孤寒 无根无一的 底细干净 都仔细着点啊 这可是益坤公的东西 昂贵妃娘娘在吗 您来了 我们主在的 好 看往里请 内务府总管太队秦吏 为您送上宫的彩段来了 送回去吧 这样鲜艳的彩段 黄贵妃娘娘不会喜欢的 这个过不是 我是易坤公新当差的龙佩 原来是新来的 怕是不知道黄贵妃的喜好 也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吧 这些彩段 是供丰厚钱才易的 自然负财先民 不用彩段 难道用速段吗 就是速段才好 真是不知道轻重忌讳 来啊 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给黄贵妃娘娘过梦 这些药母东西不许进易坤公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秦公公 也配 给黄贵妃娘娘请安 娘娘 是奴婢不让这些彩段子进易坤公 大个心丧布满百日 主哀痛余肾 怎可转头就取内务府中鲜艳段子 岂不负了主慈母之心 为此缘故 奴婢才冲撞了秦公公 内务府为黄贵妃啊 筹备丰厚事宜 皇上也说 这些彩段随时贡品 但只可在丰厚前一串 立后之后 自有更好的书锦送进来 还请黄贵妃娘娘 参且强求 命令葡营 小太子 红衡 丰厚事宜 你要已准备 Aven生 iku 还有 这个 家 建先 翻 给 tim 是 请娘娘恕罪 娘娘若要责罚奴婢 顶撞秦丽 奴婢没什么可说的 可奴婢自觉并无做错 你知道秦丽是什么人吗 内务府总管太监 那你还敢顶撞她 秦丽带着这些 大红大紫的彩断来 说是好心奉承 可娘娘若财制新衣穿上 难免落人口实 说娘娘不顾惜大阿哥心丧 娘娘即将封后 这是喜事 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奴婢不想让娘娘 白白落人口舌 荣沛 你见识极明白 内务府的这些奴才们 做事由惯了 你能够心细如发 处处替姐姐着想 又能够不卑不亢 是个可靠的人呢 主身边有荣沛这样的人 奴婢也放心了 荣沛 你在圆明园当差的时候 受尽了白眼 所以别人抬你你不受 踩你你也不怕 本宫喜欢你在身边 奴婢多谢娘娘夸赞 奴婢受辱 是娘娘救护 所以除了娘娘旁的人 奴婢一个不听 一个不认 索欣 你带着荣沛 给满宫里的人都瞧瞧 知会大家 荣沛从今往后顶替你的位置 做义昆公的掌石姑姑 是 奴婢 多谢娘娘 吴婢 快点 你 你 不认识 你 三哥最嫌 三哥知道 儿臣和六弟不慎聪盈 只得苦毒而已 所以 三哥常常停下 为儿臣和六弟讲解 你说是不是 是 所以请皇阿玛 不要再怪三哥了 你这个做弟弟的 还敢替他求情 分明是他学业不成 还怎么教你和永荣啊 皇阿玛 正是因为三哥 常常指点我和六弟 所以才落下了功课 但是在儿臣心里 三哥最是友善 永章 你爱护右弟 倒也有心 罢了 朕也不求你多长进 回去多读读孝经 懂得孝体治理便好 陈贵妃怎么在这儿 请皇贵妃安 起来吧 谢谢姐姐 是 皇上叫永章来问书 我怕 我怕皇上又训斥永章 好在 我阿哥他会说话 皇上怕事还要问功课 不如我们一起回吧 想起在前邸时 永章刚落地 白白胖胖的一个小人 你也刚当额娘 我总是去看你们 是啊 不认识的 日子过得可真快 听闻陈贵妃 现在奉佛念经 已经吃全素了 自从孝贤皇后崩世 总不知哪里行差踏错 惹得皇上对我不满 你也是爱子心切 才会让人教唆 你我相处多年 怎么不知你是个好脾气的 没想到 这时候只有你来安慰我 怪不得 竟是你成了未来的皇后 我呀 拜也加事 成也加事 我无子嗣 贤明也不如孝贤皇后 也许皇上就是因为这个 才选我为后吧 其实这么多年 我也别无他求 只是希望我的孩子 能平安有福地长大 可是压在我头上的那些人 都没了 变身了失心妄想 也听信了嘉贫的奉承 以为自己有资本 可以证一证皇后之位 为自己的孩子 争一个嫡出的身份 我实在是糊涂了 但就你能谅解 起来起来 我明白 也无意怪你 我无子嗣 所以我不会对任何一位皇子偏袋 也不会跟你计较就是的 真的 不为别的 就为我们共同养育过永皇 也为在前底时你我之间的亲密 皇贵妃若有此意 皇贵妃若有此意 便是保全我们母子了 不是 皇贵妃若有此意 不是 子婶 皇贵妃若有此意 皇贵妃若有此意 日经 继继继继继继继件 请挺美和 这篣iversal band 这篣iversal band 哀家最不忠义 你做皇帝的皇后 但最终 还是你走到了这个位置 臣妾有今日 全都仰赖太后 哀家可不敢受你这个仰赖 是皇帝执意要选你 哀家当年跟你说过的 不过是要你好好思量 不要学你姑母那样 作俭自负 臣妾记得 臣妾记得 当年臣妾对太后说 臣妾对后卫并无心思 是啊 那之后 皇帝尽你为皇贵妃 如今 你要尽畏皇后了 这话又怎么说了呢 臣妾还是敢说 臣妾从未罔求过皇后之位 你自然可以得意 你这个后卫 不是你自己争来的 是皇帝拱手给的 皇上的情谊和厚爱 臣妾万分感谢 不敢得意 没有珍惜 太后 臣妾想问您 先帝在您面前 掉过眼泪吗 永皇过世的时候 皇上在臣妾面前 强忍着眼泪 他说他不敢面对 永皇的过世 皇上说 他欢喜皇子的长臣 也害怕皇子的长臣 他说他在万人之上 却也在无人之殿 孤零零地没人陪伴 那个时候 臣妾只想对皇上说 皇上一直让臣妾安心的话 有我在 你放心 然后皇帝就跟你说 让你陪伴他 成为他的皇后 是 那不正好合了你那颗心 臣妾 是想和心爱的人携手并肩 不过对于后卫 臣妾也是让皇上坦诚 面对后卫 臣妾惶恐 因为你姑母 姑母对臣妾的叮嘱 太后也知道 这份叮嘱 过了这些年 臣妾也没想明白 以至于 皇上说到后卫的时候 臣妾的心里 一时逃避 也是皇上的一句话 让臣妾猛然惊醒 这些年或许是因为 姑母的叮嘱 臣妾受困于 皇后的身份 中宫的位分 只是这些 都不是臣妾在意地 想要的 臣妾真正在意地 想要的 只有皇上的情分 皇帝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 皇上说 他是皇上 也是人夫 他希望陪在他身侧 是皇后 也是妻子 太后 臣妾心中所向 并非后卫 而是皇上的妻子 哀家本以为 你比你姑母精进 你说这话 却也不比他强到哪儿去 皇帝是天子 身在万人之上 无人之巅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 真正成为 一个女人的夫君 便是皇后 也只是他们 身边的臣子 奴才 太后 难道 您从来就没想过 要当先帝的镇气吗 爱家 从未做过皇后 当然 不可能 没想过后卫 但爱家 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后卫 更没有执念于军心 因为军心 从来就是这世上 最难揣摩 最难把握的东西 也是 最不可信赖的东西 好了 你今儿来说了这么多 哀家 明白了你的用心用情 你是皇帝亲选的皇后 哀家 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 只是哀家 在警醒你一句 作为皇帝的记后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大清开国以来 你们乌拉纳拉市的皇后 更是不易 臣妾或许看不清后卫 看不清前路 也不够看得清皇上 可是臣妾也看得清自己的心 臣妾不喜欢孤寒高危 可皇上说他孤单 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 因为神称宫 你不能让他身边 是 是 他所双家 明儿有我 明儿有 他不在许看不清 只要他身边 有 有 是 改蚌子 走 你们 你 看 两年了 浪花 朕决定要策立季后 朕定的是如意 朕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希望你在九泉之下 能够明白朕的决定 环阿玛 礼策 皇帝 你回来了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快起来 快起来 来 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 皇阿玛策离心后 让女儿回来观礼 女儿自然业已 几日赶回 这识别两年 你在边地 过得可还好 儿臣一切都好 好 坐吧 皇阿玛 听说额娘临终时举荐的皇后 并不是贤娘娘 或许在你额娘的心里 如意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是朕觉得合适 儿臣听额娘说过 贤娘娘 是皇阿玛一早就清醒的人 可是贤娘娘 没有家世 没有儿女 只怕其他娘娘们 都会不服 正是因为没有家世儿女 才不用像你额娘一样 为了家族 还有儿女筹谋 而费尽了心血 皇阿玛心意已决 而臣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是听说 皇阿玛让舅舅 做策后的策封证事 是 你舅舅在 可以增添如意策后的荣光 可舅舅是额娘的亲弟弟 怎可做季后的策封事 是 是 他是臣子 这是他应该做的 什么可为 什么不可为 你舅舅的心里自然清楚 皇阿玛决断就是 是 是 那就好 是 你留下来 陪你额娘说说话吧 只先回宫了 恭送皇阿玛 皇阿玛 她终于要离乌兰娜拉施为记号了 可您别难过 有德宠就有失宠 我娘你有儿有女有家世 却仍有伤心之事 女儿就善战 等着 等乌兰娜拉施 生心绝望的那一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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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可惜 我和索欣还要去预备官礼 不能送你出门了 你们都去预备吧 放心吧 我会一步一步 好好走到皇上身边的 cill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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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妾叩谢皇上隆恩 行六宿三跪三拜礼 礼后之日皇上清订的八月初二 这个是个好日子 本宫嫁入前邸的时候 也是八月初二 请皇后娘娘至太和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多膽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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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皇上皇后 凤凰于非 和鸣坑销 百手之喜 百年和心 跪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 一 控手 二 控手 三 控手 敬 皇上 龙脚高台 接盖头了 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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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цвет stake 饮和饥酒 请皇上皇后饮和饥酒 皇上皇后百年和欢 上子孙伯伯 皇上皇后多子多福 生的 要的就是生的 千句难患皇后娘娘这句话 皇后说生的自然是生的 礼成 恭贺皇上皇后娘娘大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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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松饭些吧 皇上啊 臣妾今日是累坏了 是啊 朕的脸都笑僵了 朕知道 今日皇后的策礼 让你受累了 臣妾的腰都快断了 是吗 朕替你捏捏 怎么样 朕的力道还可以吧 可以 皇上力道深厚 如意啊 你知道吗 此刻朕的心力啊 才算是真正的踏实了 不只是 你做了朕的皇后 而是你终于可以 真真切切地同朕在一起了 朕知道 这一路上 你受了许多苦 可如今呢 你是朕的正气了 可以生同亲 四同学 咱们可永远在一起了 皇上啊 臣妾但愿和皇上此身长久 不相亲 不相复 好 此生长久 不相欺 不相赋 均无戏言 这个君 不仅是天下君王 更是你的枕盘夫君 那不如咱们安置吧 眼睛都睁不开了 瞧你累的 好 好 来人 更衣 这封后大典真是风光啊 皇上对皇后娘娘真好 皇后娘娘可真美 真好看 聊什么呢 皇上都休息了还聊 赶紧收拾去 是 林大人辛劳啊 李公公辛劳 这皇上大婚 这一刻也离不开您呢 今儿是喜事 再忙也高兴 是 我再去那边看看 李公公辛苦 来 主儿 咱们更衣就请罢 本公 第一次见利侯大典呢 真是热闹宏大呀 怪不得 人人都想往上爬 主儿 您的路还长远着呢 将来一定会青云之上 青云之上 本公这辈子 怕是没指望成为皇后 若能做个皇贵妃 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 额娘就不会看不起本公了吧 主儿 让奴婢扶您进去歇息吧 都喝这么多了 我还要喝 你这不折腾人吗 你今儿是真高兴啊 看任皇上娶心 你也想娶了是吧 这是你说的 你别扯上我 我现在还真有一姑娘 每天让我周四母想的 就是令平宫里的兰翠 对 那模样 那什么样 令人身边的人 你想都别想 怎么着 你是又担心领贫了吧 这皇上立了皇后 你怕她被冷落 谁说坐上皇后的位子 你就可以幸福美满高智无忧了 嘘 兄弟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倒是觉得 可能会有更多的痛苦 让人心疼 这谁的婆娘谁心疼 你心疼个什么劲啊 你说说你 这把年纪了还不成个家 整天孤单单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整天孤孤单单 我更不知道 她是什么时候 在我心里落下一个影 一个只能远不能近的影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 但是她的高兴和伤心我都懂 我懂 现如今都好了 我自然是高兴的 我很高兴 但是高兴之余 我还是担心 不知道来日 她还会受多少痛苦 还有磨难 你看看你 还是想着你的令主不是 来来来来 我陪你喝 来来来 我陪你喝 清英 清英 你终于当皇后了 你真不愧是乌拉娜拉式的女人 你也没想着 哎呦 你吃了吗 我来说 好 我选择我 皇后娘娘到 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坐吧 淳贵妃 本宫这儿有珊瑚比架一个 虎比一套 永荣正在练字 等一下你带回去便是 皇后娘娘的关爱 臣妾感激不尽 家贵今日 为贺皇后娘娘正为中宫之喜 打扮得可真是娇艳啊 臣妾等侍奉皇后娘娘 穿戴再好 也只是薄皇后娘娘一笑罢了 今儿家贵穿这么身鲜艳衣裳 难道也是讨皇后娘娘欢喜吗 令萍一心只想讨好皇后 可本宫心里只惦记着皇上说过 喜欢本宫穿红色 皇后娘娘不会怪臣妾吧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家贵惦记着皇上等同于惦记着本宫 皇后娘娘是心厚 可这一昆宫是旧殿 一为辅佐之役 只辅佐中宫昆明 如今您都是中宫之主了 怎么还住这辅佐之殿呢 家贵身在平位 却有胸怀六宫之心啊 皇后便是皇后 是名正言顺的六宫之主 不管住在哪里 都是皇上的正妻 虽说都是正妻 但这婿曲 与嫡妻总是不一样的 对了淳贵妃 你是汉君妻出身 你自然记得民间 有这样一种说法 是叫续贤还是田房来着 家贵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 刻薄归刻薄 说的却是真话 家贵说的是真话 本宫确为记后 只是家贵也须明白 无论是你说的续贤还是田房 如今是谁坐在后卫上 才是最要紧的 家贵未曾坐过后卫 想来也是不大会明白的 这么着吧 本宫昨日丰厚大喜 今儿也高兴 既然家贵如此在意名分 本宫就负你贵妃之位 不是皇上的意思 后宫真是由本宫做主 家贵妃 还不赶快起身 谢皇后娘娘的恩典 谢过皇后 陈贵妃 你是嫔妃当中资历最深的 从今往后也要驻本宫 约束众人谨记贡贵 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 起来吧 容佩 在 去把本宫赏赐给纯贵妃 和家贵妃的耳赘 传上来 是 左边是纯贵妃的 左边是纯贵妃的 右边是金医院的 好 皇后娘娘留你在 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着 纯贵妃为尊 您为先 这副是皇后娘娘赠予纯贵妃的 这玛瑶明珠耳赘真是华贵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 这一副是皇后娘娘赏家贵妃的 这是红玉髓的耳赘 怎么 家贵妃不愿意领受皇后娘娘的 心意吗 皇后娘娘赏赐的耳赘 臣妾即刻便戴上 以表敬重 多谢皇后娘娘 臣妾回去自会戴上 家贵妃若是真有心 此刻戴上便是了 您可别忘了 您这贵妃之位 还是皇后娘娘给您付的呢 孝贵妃 孝贵妃在世时 罪计奢侈 如此华贵的耳赘 臣妾实不敢收 红玉髓不如玛瑶珍贵 那是因为 纯贵妃自立身后 儿女双全 地位该在家贵妃之上 这也是本宫的不适 以为在宫中静人皆知 所以没有一早告诉家贵妃 红玉髓和玛瑶的区别 也叫家贵妃觉得 红玉髓是华贵之物 并可用来一步登天 我满满汉女子 哪里会分不清 玛瑶和红玉髓呀 就连妹妹出身寒威 也知道这个 我分得清 玛瑶和红玉髓 不需要你来提提 皇后娘娘的用意 臣妾明白 你明白吗 你明白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是非 什么是安分守己吗 本宫赐你这对红玉髓耳锥 就是要时刻提醒你 不要生事惹祸 辜负了本宫的深意 这耳坠穿孔的真身 比寻常的粗了两倍不止 臣妾的耳动太细了 穿不过去 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家贵妃 穿不穿得近是奴婢的本事 肯不肯让奴婢穿 便是家贵妃自己的心意 贵妃复位来之不易 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 仔细你的爪子 小心上了本宫 家贵妃 您得忍着点 为了记住教训 总得吃些苦头 你疼死本宫了 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 手爪子 家贵妃当初把索息送到慎行司 自己是没做什么 可慎行司那些奴才 不就是家贵妃您的手爪子吗 您的手爪子随不随您的心 奴婢不知道 可是现在奴婢的手爪子 不听奴婢使唤了 非要钻您的耳朵 您说怎么办 您的手爪子随不随您的心 不听奴婢使唤了 皇后 你就看着你的奴才欺凌臣妾吗 家贵妃 您身为妃嫔 皇后娘娘身为中宫 只能教导不能责罚 何来欺凌呢 皇后 所见的腿坏了 是慎行司的人下手太重 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 如今连皇上都不责 都不计较了 您还要怪臣妾吗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这是赏赐 不是惩罚 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 来报自己的私仇 家贵妃可别会错了意 臣妾不服 本宫是皇后 坐在了你最想做的风味上 所以对你赏也是罚 罚也是赏 就像皇上 对御氏逼死发起的那位王爷 是一样的 就算是王爷做错了 皇上也责罚过了 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 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 作为嫔妃说话不用敬语 还穿着正红冲撞中宫 也就是正是孩子的奴婢 怎么家贵妃离开了母族 就尊卑不分了呢 本宫只想提醒你 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 还有你的二位皇子 你仔仔细细地想明白了 овать下 这是一个事 你才能想要 你再想寻找 有个事 哪有个事 用来得到现在 你的官司 不是 Mindsbury 不是 我才会做 copied 就是你 你不懂 我才会출ain 是什么 看你 其实是挺好的 你要去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不小心便被打发了出去 真书有遇事母族可回 你可没有 是 家贵妃 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 要留 别留在奴婢面前 在奴婢心里您的眼泪 和屋檐上滴下的脏水没分别 但您若要把您的肋珠子甩到皇上跟前去 那奴婢也得当着各位主的面回清楚了 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 是奴婢给您戴上的 若是伤着碰着 您尽管冲着奴婢来 奴婢没二话 但您若要把脏水往皇后娘娘身上泼 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 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 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 不为别的 只为您自己做过的那些亏心事 这也是该受的 臣妾等眼见耳闻 绝非皇后娘娘之责 容佩 去把本宫赏给各宫的礼 都拿上来吧 是 诸如忍一忍 奴婢替您摘了他吧 别摘了 主儿 您今日受委屈 旁人都看笑话呢 奴婢替您摘了他吧 张王百口 他羞辱我也便罢了 他竟然凭白乌锅地提起王爷 王爷也是他被提的 不成 我要带着这个去见皇上 我绝不认许 他在皇上面前 对王爷说散道 主儿 今日皇后娘娘只是训道你 动手的是容佩 皇上要怪也是怪不到 皇后娘娘头上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主儿 娘娘 你实在不必为了奴婢 当面惩罚贾贵妃的 那时候你从盛行司出来的时候 浑身是血 本宫就说过不会让你白白地受了这个苦 只是 再怎么惩罚贾贵妃 也换不回你那条腿 奴婢一介都好 真的 娘娘不必为奴婢担心 娘娘一路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 奴婢只希望娘娘能够平安顺遂 不要因为奴婢而产生什么差池才好 姐姐一步一步从妃妾的位子 艰难上来 也是需要宽颜并济 制衡于下的 今日 姐姐安抚了淳贵妃 弹押了家贵妃 让众人知道什么是赏罚 做得也是极对的 再者 如今姐姐贵为皇后是中宫 对着嫔妃 只要有理有据 再怎么教导也不为过 就算家贵妃告到了皇上跟前 皇上也不会说什么的 所以所欠 也不必过于担心 宽颜并济 本宫心里有数的 我把皇上听起来 请兽颜并不开心 请兽颜并不开心 有数的 你不想知道 那你还想要去 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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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好喝的意思 是个好意的 你也尝尝 好喝吗 味道不错 如意啊 方才佳贵妃来养心殿见证 哭哭嘀嘀的 说你弄伤了她的耳垂 皇上既然知道了 臣妾就不必多言啊 佳贵妃一直对你不逊 如今你初登后卫 如果不嫁以弹压的话 只怕她往后难以压制啊 皇上 臣妾不只是要提点佳贵妃 而是要压制后宫里 仰仗母族的风气 皇上因为御事 对佳贵妃一直格外开恩 她不仅不敢念皇恩 还觉得可以仰仗母族 在后宫里任意妄为 这个佳贵妃 对御事的心思 简直比对朕还重 之前也是因为 她为御事王爷大悲大痛 纠缠求情 才知九二哥难产夭折 如今她又出言不逊 朕已经罚她到奉仙殿 对着列祖列宗思过了 皇上明断 罢了 不说这些了 如意 来 过去 过去日子 就是朕的万寿节了 朕想着 给你准备一份礼物 皇上的万寿节 该是臣妾送贺礼给皇上 皇上怎么倒过来了 如意啊 你在冷宫待了那么多年 苦不堪言 而冷宫里呢 那些多半是先帝留下来的遗妃 朕已经下旨了 将他们挪去热和行宫好生养老 让他们不再过这样的苦日子了 皇上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 从今以后没有冷宫 宫中的夫妻一心 绝对没有情绝相亲之事 皇上情深义重 六宫同母恩责 如意啊 朕不只是为了六宫 更是为了你 你如今已是皇后了 这回追封你的阿玛纳尔布 唯一等承恩宫 你的额娘呢 就为承恩宫夫人 过些时日 这回安排你额娘进宫探望你 你们母女俩好好聚聚 臣妾谢皇上 为臣妾想了周全 如意啊 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 咱们终于可以一同入化了 朕已经叫郎师宁准备了 咱们可以同在画中 相依到老 过些时日呢 朕想带你去武台山烧香 想去叶祖祭陵 想去高位列祖列宗 高位天帝 咱们还有好多地方 要一块去呢 gesture 皇上 没有 engagement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